豪华莲市中山路富凯饭店 因为深夜强震而倾倒 而在对面正好是0403强震时 同样受损的名店钢管红茶 那么事发当下钢管阿嬷就在里头 那么救护人员第一时间破门 将她赶紧送医来检查 那么天一辆钢管阿公也在警方的陪同之下 赶快进到屋内收拾日常用品 不过阿公一脸不舍 深夜花脸御震不断导致两栋建筑倾倒一米 男子心急得向抢救的人员呼叫 因为她的奶奶还在屋内 你们这栋楼上面还有人 还有几个人 一个现在目前就我阿嬷一个在楼上 卫尔富凯饭店前的钢管红茶阿嬷地震时来不及下楼 还好孙子及时赶到 消防人员赶紧将人救下 当管红茶阿嬷似乎被长正下行 虽然没有受伤 但救护人员还是将阿嬷预防行送医 她的部分是她的坐着 主要是她有做一些支撑 她自己做的 做一些支撑 那那时候来看的话她就已经受损了 当管红茶老板娘住在这栋名宅月初强阵来袭就已经受损 但无奈无处可去 只能捕腔继续住下去 这次处处长也表示主要结构都还算完整 但如今覆盖大楼发生青岛还是被迫得要撤离 老板简单收拾一袋重要物品离开时情绪更是规题 老板高龄87岁因为灾情被曝东奔吸收 故事一生经营的店没了 连居住的家也得重新找了 记者下午也许立行8点早报道